大家好,本期我们分享的是政治短视的文人司徒王允 王允自子师,是三国时代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 一说起他,大家都会立刻想起三国演义里那个正义凌然阻止多谋的司徒 眼见董卓乱朝纲,吕布围起爪牙 他利用一女貂蝉的美色巧识连环计,令董卓和吕布而人反目成仇 最终,吕布在王允的怂恿和协助下杀掉了残暴好色,而且权倾朝野的国贼董卓 然而虽然干掉了董卓,但却没能顶住其余布,也就是西梁军余党,李觉郭四等人的进攻 在长安城破以后,王允没有跟着吕布一起逃走,而是继续守护在汉县帝身边 最终被李觉郭四等人杀死,十年不过五十六岁 客观来说,王允算是在三国演义中和历史原形相差不大,基本一致的人物 不过,王允怂恿吕吕布造反是真,但却并非是以貂蝉作为诱饵 所谓大闹风怡婷等桥段也是小说编造的 事实上,王允只是充分利用了董卓和吕布这对义父义子之间的矛盾 并怂恿吕布杀掉了董卓,而并非是用了连环美人计 在后世人的评价中,王允是一个毁育参半的人物 大部分人都既肯定他除暴安良,既杀董卓的正义举动 也叹息他在除掉董卓之后的政治短视,以及在决策上的失误 甚至有人设想过,王允辅佐汉县帝,延续汉朝寿命 再来一次汉室中兴的可能性 当然,还有一种说法是,王允其实也不是什么好人 他同样有不小的政治野心,所以在干掉董卓以后 他自己也走上了独揽朝政,独裁专横的道路 而汉县帝在刚刚摆脱董卓的控制以后,又落入了王允手中 依然是个大权旁落的傀儡身份 事实上,真是如此吗? 我们还是根据史料记载来探寻一下王允这个人物 尽可能给他一个客观的历史评价 《三国志》中没有关于王允的独立传记 这是因为《三国志》主要记载的是三国人物的传记 像王允、黄浦松、卢植、朱骏这些人物 在历史时期的划分上被划入了汉末时代 而非三国时代 而他们的传记一般都记录于南朝史学家范毅所编撰的后汉书中 在后汉书的记录中,王允传的篇幅并不像 其中不仅记载了他的籍贯出生 还有他入朝为官的一路经历 从这些记录中可以看出 王允是个相当正直且才能出众的人 他出生于山西的名门望族王家 家里还世代为官 在当地影响很大 小时候的王允就表现出了天资聪颖 天赋异禀的自治 任何东西都是一学就会 而且不管什么事情 他都能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 也就是说 王允不仅是个官二代 而且还是个才能颇为出色的官二代 在家族势力和自身能力的双重推动下 他在官场上想混不好都难 从19岁入世为郡中小丽开始 王允可谓平步青云 不仅在周郡中混得风生水起 还在中平元年被朝廷征兆为玉士 开始了入朝为官的历程 这一年王允47岁 虽然不算年轻 但正值年复力壮的年龄 得以在更为广泛的政治舞台上 充分发挥了他的各方面才能 少为人知的是 王允还曾参加过剿灭黄金起义的行动 当时朝廷拜王允为豫州刺士 上爽孔荣等名士都担任他的从事 率大军与黄金军主力作战 在战斗之前 王允广泛征求从事和普通官兵们的意见 裁定了周密的作战方案 在战斗中王允亲自披挂上阵 神仙士卒将豫州一带的黄金军彻底击溃 要知道 这还是王允第一次领兵打仗 就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战绩 看得出其文韬武略水平 无论是朝廷为官还是战场领兵 他都是里里外外的一把好手 也难怪之后能位居三公 担任司徒的高官了 然而 王允这一路走来的仕途却并不顺利 甚至还可以算得上是坎坷荆棘 好几次都被人所害 坐牢下狱 甚至差点把命都赔上了 早在初入官场担任郡中小力时 王允就干出过惊天动地的大事 当地有一恶霸名叫赵金 以让自己的主子是朝廷宦官 便在当地横行霸道 七行霸市为所欲为 百姓对此敢怒不敢言 当地官员们担心惹火烧身 也听之认之 睁之眼闭之眼 唯有高入仕途的王允 不畏强权后台 坚持带着牙役们将这个赵金 缉拿归案 并当着百姓们的面 斩首示众 为当地除了遗憾 这样的一举自然是获得了 当地百姓的一致赞赏 却也得罪了某些人 对他怀恨在心 之后 王允又大胆揭露当地买官欲绝的不良现象 惹得太守王球十分恼怒 赵茬将他逮捕下狱 尽亏当时担任刺使的邓胜 亲自前往太守衙门保释了王允 并且请他做自己府中的别价从事 才保住了一命 得以继续仕途 在后来凭黄金之乱的时候 王允搜到一封书信 和当权宦官张让的某位兵客有关 于是怀疑张让与黄金军死通 不由分说上奏汉陵帝 然而张让在朝中地位极高 颇得皇帝信任 王允不但没能扳倒他 反而令自己两次下狱 险些遇害 尽管汉陵帝连续几次大赦天下 大将军何进 太守袁伟 司徒扬次等人 也多次联名上书 替他求情 但由于张让从中作梗 王允始终未能被赦免罪名 官赴原职 最后终于出狱 也只能改名换姓 逃出京城 才闲闲保住了性命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看出 王允是个秉公职守 嫉恶如仇 且原则性也很强 非常正直的人 他不但有能力 而且也有报复 有志向 从做官的第一天开始 他就发誓 要为民请愿 天下为公 拔除朝野中的所有奸臣 让天下百姓 都过上风一足食的好日子 诚然 这种想法是很好的 历朝历代的读书人们 也都是抱着这样的一腔热血 而毅然投入到仕途中去的 然而理想再丰满 现实却很骨感 心怀天下的梦想固然伟大 但到头来 又有几个能够实现 就此 我们可以基本肯定 王允这个人的骨子里 其实是个文人 他深信儒家思想中 那一套善恶好坏的标准 他认为好和善的东西 就会尽全力去支持 对于坏和恶的东西 则坚决不能去容忍 这种殊生义气的思想 在他脑海里根深蒂固 也为他之后所做的一些事情 而埋下了伏笔 灵地驾崩 少帝继位 进京奔丧的王允 受到了大将军何晋的笼络 一听说何晋 要铲除宦官集团 王允立刻表示 绝对支持 这并不是因为 他被宦官张让陷害过 想意图报复 而是在他看来 燕党当政有害于国家 也有备于他的治国理念 是应该铲除的 然而除烟行动进行的并不顺利 由上至下各方面的反对 使得何晋也不得不顾及各方势力的利益 搞得畏首畏尾 犹豫不决 而一张让为首的宦官集团 为了反击何晋的进攻 不惜先发制人 他们以何太守之名 照何晋进攻 并借机将其杀害 何晋一死 整个东汉朝廷就像是炸了锅一样 袁绍袁树 等何晋余部 立即率军杀入皇宫 大肆诛杀宦官 张让等人挟持皇帝出逃 被凤召而来的董卓大军拦住 卢职王允等人也率军赶来 杀掉了张让 小皇帝才得以返回京城 之后的东汉朝廷进入了董卓霸权的时期 废旧立新 毒杀太后 广直党羽 培养亲信 统收兵权 控制朝廷 比起之前的宦官干政来 董卓这位外戚的干政来得更加野蛮 也更加赤裸裸 而王允 则被董卓任命为司徒 兼任上书令 终于是位列三宫 走上了汉朝官职的顶峰 这时候的王允 似乎已经成熟了一些 不再像以往反对宦官干政一样 旗帜鲜明的去反对董卓乱政 他似乎已经意识到了 一味蛮干的方式解决不了问题 不但无法战胜敌人 反而还会被敌人砍下脑袋 所以王允隐忍了下来 独自面对危机四伏的朝政 国将不国的尴尬局势 他表面上和董卓敷衍着须以尾蛇 暗地里却笼络了朝中其他有名望的人物 准备杀掉董卓 重振东汉朝廷权威并树立皇帝威信 我们再来看看 王允干掉董卓的过程 董卓一向借位心很强 身居简出 即使是出门时 也是爪牙密布 戒备森严 而且他本人武功不弱 力大无比 王允等人手中并无兵无将 想要干掉董卓 无疑是比登天还难 除非他们能得到掌兵权者的支持 但是当下的兵权 又全部控制在董卓麾下的将领手中 这该怎么办呢 办法当然就是离间 只要能从董卓那里拉过来一个掌兵的人 哪怕只带几个兵过来 搞一次刺杀暗杀 也是够了 于是王允瞄上了吕布 这个和董卓之间虽有一父一子之名 但矛盾却不小的人 并非如一般人所认为 吕布和董卓之间之所以反目 是因为一个女人 其实吕董二人的矛盾 其实是由来已久 当初吕被杀丁元 儿头董卓 这种背叛侍主的行为 本就让吕布的名声不太好 在董卓麾下 吕布也混得不是太好 勉强只当了个中狼将 而且牛服 李爵 郭四 樊仇 张继这些西梁军的主要将领 都和他关系不佳 在之前的虎劳官之战中 吕布就曾对主将胡枕不满 并有意和后者过不去 导致己方内耗自损 最终为孙奸所败 此事惹得为董卓非常不满 再加上董卓生性多疑 性格暴躁 曾因为一点小事 就朝吕布抛出手键 令吕布狼狈不堪 不仅如此 吕布还私底下 和董卓的某位婢女油染 生怕事情败露 而招来杀身之祸 王允充分利用了吕布 对于董卓的不满情绪 不断对吕布加以劝说和拉拢 最后一句君自性吕 本非骨肉的煽风点火 终于说得吕布下定决心 与董卓反目 于是利用天子并遇 百官觐见的机会 吕布派同郡齐都尉李肃等人 带领十多名新副士兵 伪装成宫廷侍卫 潜伏于皇宫侧门两边 将前来觐见的董卓 乱刀砍死 作恶多端的尖雄董卓 终究是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阴忍数年的王允 也终于计划成功 这时候的他 作为反董计划的谋主 吴仪已经占上权力巅峰 成为了汉县帝面前 最得力的大臣 也成为东汉朝廷中 名声最高的人 然而接下来 王允就开始昏招频出了 先是杀掉了当时大儒 文史巨匠蔡庸 接着又对董卓的余部 牛服 李爵 郭四 张继等 采取绝不姑息 斩尽杀光的措施 不仅如此 汪允还一改之前 李贤下士团结众人的态度 开始变得孤傲和高冷 每当朝中议事 王允总是高高在上 正经危坐 面无悦色 说一不二 他做出的决策都要求别人 必须接受别人发表意见 给他支招 他都不以为然 直接否定 刚刚从董卓手里 被解放出来的东汉朝廷 又搞得像一言堂一样 上人看不懂 原本那些强烈支持 王允的下属同僚 都有点疏远他了 王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和之前的英明神武相比 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 后世的一些史学家将这些问题 都归结于王允想独揽政权的野心 甚至认为他和董卓都没什么分别 都玩的是干政独裁的那一套 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真正的原因是 王允作为书生文人的思想本质 又在作怪 他太过于坚持标准 坚持原则 也太死板 太善恶分明 或者他也太心急 太想尽快推行他的政治主张 太想让东汉朝廷早一天回归正轨 迎来忠心的崛起 前面说过 王允深受儒家文化影响 对是非黑白分得太轻 他内心先入为主的定义了 关于好坏善恶的标准 张嚷 董卓 这类干政者 在他看来就属于是绝对的坏 绝对的恶 是必须要彻底消灭和取缔的 所以王允不顾众人的劝阻 已然砍掉了蔡庸的脑袋 只因为蔡庸在听说 董卓被铲除的消息以后 叹息了一声 因为在他看来 董卓残暴乱政是国家的罪人 是儒家思想中所定义的绝对恶 故而所有人都必须要唾弃他 否定他 怎么还能为他的死 而感到惋惜呢 事实上蔡庸不过就一文人 同样是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 儒家同样也提倡恩怨分明和感恩报恩 蔡庸曾经受到过董卓的提拔 就此感叹一下 也不算是违背儒家思想 更不能说明蔡庸和董卓是一路人 然而王允却只管自己的善恶标准 全然不顾别人的恩怨标准 处死蔡庸的同时无疑放出了一个危险的信号 那就是所有和董卓相关的人等都必须死 绝不赦免 这无疑是将驻守长安城外至今仍兵权在握的西梁军首领们都置于了不得不反的绝路之上 要知道汪允当初能够成功刺杀董卓重掌朝政 除了他自己的谋略高深 朝中大多数人支持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西梁军的主力此时并不在长安 而是屯兵寒谷关附近 以抵挡关东诸侯联军以及防御黑山起义军的滋扰 现在董卓一死 西梁军群龙无首 正好是瓦解他们的最佳时机 更何况西梁军也不是铁板一块 只要来个分而置之 该拉拢的拉拢 该赦免的赦免 很快就能将他们分化 一部分收编已充实自身实力 另一部分调回西梁或是就地解散 解除军事上的威胁 然而汪允却非要反其道而行之 不但不赦免和安抚西梁将领 反而试图让他们战场上的仇人 关东联军盟主袁绍来控制他们 毫无疑问 王允脑海里的儒家善恶标准 又一次发挥了荒唐的作用 他固执地认为关东诸侯和自己是一路人 当初联军讨伐董卓 就是一句 他们都是尊崇并支持皇上的 事实上 关东诸侯们 这时候正忙着勾心斗角抢地盘 根本没有人搭理王允的命令 而被王允逼上绝路的西梁军将领们 却借机联合了起来 他们四处散步 王允要杀光西梁人的谣言 激起了西梁军士兵的用命之心 反正早晚都是一死 还不如拼了 就算死 也要死个痛快 后来发生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了 王允手中仓促组织起来的部队战斗力低下 徐荣吕布等收编部又人心不稳 随着杨定胡准等人的叛变 长安城很快被以礼爵 郭四为首的西梁军攻破 此时据董卓被诛不过越狱的时间 呈献之际 王允本有机会逃走 但是他不但不逃 反而对劝他一起走的吕布 说出了一番大意凌然的话 若蒙社稷之灵 尚安国家无之怨也 如其不惑 则奉身已死之 朝廷右哨 是我而已 临难苟免 无不仁也 努力谢关东诸功 秦以国家为念 是的 这番话很感人 也很赤诚 宁愿用生命去报效混乱的朝廷 捍卫幼小的皇帝 最终 王允确实也是这样做的 在西梁军进城以后 他义无反顾质问李爵 郭四等人 作为臣子 不思忠于圣上 却如此纵兵胡作非为 到底是想干什么 然而和盗贼讲道理 注定是没有用的 最终 王允被李爵 郭四杀害 一起被处以疾刑的 还有他的儿子 王盖 王景 王定等 而原本在宦官外戚干政之下 极度颠沛流离 全力尽失的东汉朝廷 又一次陷入了为人傀儡的尴尬境地 威严尽扫 从此以后 神州大地的天下 终于也迎来了诸侯称雄 军阀混战的可怕乱世 就此 我们可以给王允这个人物 来进行一个简单的总结 第一 他有文韬 有谋略 才能出众 而且为人正直 心怀天下 正义感满满 确实是庙堂之才 国家栋梁 第二 王允是受儒家思想影响 极度坚持心中的善恶标准 并带有几分文人的书生意气 第三 正是在儒家思想和文人思维的影响下 王允做出了为民请愿 揭发张让冻一句 也错化了刺杀董卓的正义行动 第四 也同样是受儒家善恶标准的影响 使得王允在除掉董卓过后 对形势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并在政治上出了一系列的昏招 最终导致被西梁军与党反扑 丢掉自己性命的同时 也再次陷东汉朝廷与水深火热之中 客观来说 王允是个能人也是个好人 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定义的贤人 但是他并不是个成功的人 至少他不是个成功的政治家 而影响他成功最大的因素 就是他内心的儒家文人思维 黑即是黑 白即是白 原则性太强 不懂辩通 死板固执 也缺乏圆滑 或许真的如某人所说过的 文人最好不要从政 即便是从政 也当不得一把手 这句话并非是贬低文人能力差 而是说文人的思想太僵化 内心黑白太过分明 善恶标准也太死板 会导致政治上的短视 和重大决策上的失误 换句话说 文人一旦成了最高领导 就很快可能会导致一些 重大悲剧的事情发生 有人认为汉墨的乱世 也有王允的一份责任 王允错过了 蜀汉王朝最后一次 忠兴的机会 如果不是他在铲除董卓以后的 昏招频频 则汉庭完全有可能 省为再胜 朝刚重振 而之后群雄逐鹿的乱世 三族鼎立的时代 也不会出现 个人觉得 即便是王允能成功瓦解西梁军 也顶多只是 在延续汉世招派几年的寿命而已 很难阻挡 乱世的来临 毕竟冬末王朝的社会矛盾 在好几年前 就已经积累到了爆发的顶点 几番农民起义 庙堂全力变更 各地翻证割据 朝廷实际上早已经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 而今 关东诸侯兵器 而且已然形成了气候 开始相互的征讨和罚战 试问 已经摔落凋零的东汉朝廷 又有何资本能够去重塑朝纲 并控制曹操 袁绍 袁树 公孙 赞这些地方大权在握 而且拥兵自重的霸主呢 一句话让区区一个王允 来拯救一个摇摇欲坠的王朝 并改写历史的进程 这真是不太现实